说吧 我时间有限 律师是不是你最喜欢的职业 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 回答问题 是 那局务呢 是不是你最喜欢的人 是 还是不是 这个问题 回答yes or no 都有问题 恕不回答 有些人 没有吃过什么苦痛 碰到什么事 只会垂头丧气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看着你这样一个大男人 第二次为一个女人伤心成这样 虽然这一次表面上改变了 可是你的内心并没有改变 你变得更加脆弱了 这真的让我很感动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在大学的时候 我喜欢过一个男孩 她健康 活泼 充满着活力 在这几年里面 我有几万次的机会告诉她 我喜欢她 可是我一直都没有说出口 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说了 也许我们会有发展的可能 当然也可能没有 但是 是我自己 放弃了这几万次的机会 小林 已经猜到了 就是你了 你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在大学的时候 你告诉我 你要追你的女友 你来和我彻夜清谈 她是我的心 就已经被你四成两半了 你听见没有 抬头看看我 你不要这副表情好不好 你听好了 我不是在向你表达什么爱情 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我只是在成熟一个 简单的故事而已 好了 我要回去工作了 你呢 回去好好休息吧 拜拜 是我自己 忘记了这几万次的机会 喂 喂 彭源 杨选 杨选 太巧了 好久不见 我正好有事找你呢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我们俩的婚期啊 已经定下来了 我们能想起你这位老师啊 来当我们的伴郎 那祝贺你啊 但是我恐怕没有时间 你可一定要争取啊 咱们可是换乃鱼工啊 你等一下啊 是杨选 你叫他一定要争取 人家没时间干嘛非要 再说你怎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 杨选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跟大家又熟 你叫他一定要争取 是的 杨选 他就是你爸爸 你好吗 小家 你好 没事 如果没时间就算了 他还不太懂事 你找我有事吗 没事 物业要交管理费了 我告诉你一声 好吧 再见 你怎么连伴郎的事提都不提啊 杨选肯定会误会的 以为你不愿意 彼此都是邻居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干嘛非要强迫他 怎么样 那个酒吧还不错吧 嗯 太好玩了 我原来怎么都不知道啊 还要喝吗 喝喝了 你这样不难受吗 你要不要试试 不 我就算了吧 试一下嘛 很舒服的 现在又没什么人 来 给你个肩膀 快 真的很舒服 其实鞋子对脚是一种禁锢 脱掉鞋子 才可以享受真正的轻松 我已经习惯了被紧密 我指的是思想 那就试着去打破它 那你呢 你真的就这样跟孙七伟结束了 有的时候 人喜欢煎熬自己 忍耐自己并不喜欢忍耐的东西 好像这样就会更快乐 还记得上次你问我的问题吗 你问我最想要的生活是什么 最想要的生活 该是心里的第一个感觉吧 而不是经过仔细思考获得的一个结果 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 这样的生活一定会很快乐 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 可是后来我发现 生活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 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吧 不要再为我担心了 好 在这里工作真的很愉快 谢谢你 谢谢你 我跟你讲过了 这批东西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要的 那那么急没办法赶啊 那明天客户要要你说怎么办吧 贺小姐出去啊 Stra Af 特丽 来 你爱我吗 我爱你啊 你爱我吗 我爱你啊 你爱我吗 我爱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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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是我 我想见你 我爱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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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满含着希望的绝望 让我的胸口一阵阵地交通 为什么现在 一生一世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爱情是永恒的了 因为瞬间 因为瞬间 就是永恒 我爱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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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你爱你啊 要你爱你啊 你爱你啊 我爱你啊 我爱你啊 去一个能让我找到方向的地方 你说得对 人要先找到心 才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不用担心我 不要问我 你知道的 人生中 有一些旅行 你终究的一个人上路 哎呀 原来是书上的客人呢 你好 你好 是不是又问多了 我们的胡桃酒香 请吧 秦若啊 那天就是婚礼了 你今天也该回家去住了 要不然不吉利的 你送她回去吧 好好 明天就别过来了 在家再好好享受一天 做姑娘的日子 往后啊 就变成媳妇了 喜欢幻想是非分明 但是极富正义感 喜欢看大型综艺娱乐节目的人 乐观开朗 心地善良 这种人可是不会记仇的 喜欢看体育节目的人 竞争心集权 喜欢接受挑战 压力越大 挑战越好 不可是这个2和4 2呢 是你是一个喜欢幻想 是非分明 极富正义感的人 极富正义感的人 真的蛮像的 哦 现在还是 吃好午饭就饭回来 大概是昨天晚上累着了 不结婚了 什么 不结婚了 你是说得完了吧 对不起 婚礼就在后天 你又要后悔吗 现在说是晚了点 但是也比不说要好 你到底是怎么了 我承认 我以前是对你不够细心 可我在改啊 我爱上了别人 我父亲 我不能骗你一辈子 喂 喂 橘若 是我 喂 你在哪里 你等一下 你 Apparently 你怎是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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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要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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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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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怎么来了 这是 现在正好有空 我想把以前的专业捡起来 喝茶 妈 那你打算出去工作 这样待着不好 总是会胡思乱想 真没想到 我们觉得 我们以为好的就是对你们好 结果弄来弄去 你和家禽都不好 现在我们两个都很好啊 这件事情对我和你爸爸震动太大了 我们 给你的压力太大了 弄得你们有什么事情也不敢告诉我们 其实 还是我自己的原因 所以 以后我们都不再多说了 可你自己 一定要想好 婚姓姓 婚姓不是儿戏 正宗 也不是坏人 我看 能挽救 就挽救 不过 你做出什么决定 我和你爸 都会支持你 谢谢妈 妈妈真的这么说吗 是啊 那好啊 这样 你就再也不用有什么顾虑了 对了 我有一件事情想告诉你 什么事 我 怀孕了 真的吗 你跟妈妈说了吗 还没有 你想怎么样 我想要这个孩子 我不觉得他会影响我未来的生活 好啊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嘛 我会支持你的 谢谢你 佳琴 我们晚一点再通电话 你自己人小心点啊 好 拜拜 再见 谢谢 我过去 一直期盼的 就是不平凡的爱情 为了爱情 我可以抛弃一切 甚至是我的生命 幸运的是 上天赐给过我这样的爱情 但是 经历了这一场 轰轰烈烈烈的感情之后 在耗尽了我所有的爱与恨之后 我突然不知道 自己过去追求的是对 还是错 对我来说 重要的 仅仅是爱在云端上的那个瞬间吗 还是应该 它在坚实的土地上 在这个奇妙的瞬间 我突然发现 自己真的迷失了 放任了想 你 谁都会说我爱你 不爱也是我的旋律 不为难自己 你 你 有没有爱定在一个微波 有没有爱丁在一个微波 我随时要撤离 我随时要撤离 但爱早已不在意 是哪里 杨选 彭远 你怎么过来了 杨选 我该怎么办 怎么了 踏进小乖子 橘若要跟我退婚了 为什么 他说 他还算别人了 那种生活不只是无聊 无聊有的时候会变成空虚的野兽 把我的心填得满满的 每次去他家里 我的脚步就特别地沉重 好像我的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 还要挤出一点笑容 去面对一群和我毫不相干的人 杨选说得对 我是在撒谎 对不起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 总是我在向你倾诉 却从来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 杨选已经告诉我 说你曾经 好了好了 不要再说下去了 没想到 开了嘴这么快 你说过 你不愿意向别人发现你内心的痛苦 你也不愿意干涉别人的事情 可是你还说过 是好朋友就要彼此了解彼此的内心 可是我现在对你却一无所知 这不公平 所以我们不是好朋友 可我现在 不是已经把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小秘密 都告诉你们了吗 你可千万不要学我 错过了 就再也追不回来了 我知道 我已经开始决定 要追求我想要的生活了 刚回来 对 进来坐会儿吧 好 好 有事吗 听说 你退婚了 你怎么知道的 朋友告诉我的 他说你爱上了别人 他说你爱上了别人 这是我的决定 我怎么会碰到像菊若这样的女人 她表面柔顺 其实心里那么有主意 结婚这么大的事情 说取消就取消 是菊若重要还是婚礼重要 现在谁都不重要了 其实你一直都没有搞清楚事情的关键 菊若她根本就没有爱过你 她以前是爱我 她以前是爱我的 只不过现在爱上了别人 以前她以为她爱你 可是爱情这种东西是要讲缘分的 如果两人不能在一起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你以为只有你运气这么长 我以前爱上过一个人 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她 可是我们却有缘无分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了 我心里的滋味要谁能明白 根据我的经验 心再痛都会过去的 当两个相爱的人 相互遗忘 天原地满的时候 总会有一些多余的人 受到伤害 可惜 我们就是这些多余的人 不过 我想我们不会永远都这样 并且一定会垂青我们的 再来 华华 不是用手 而是用心 哎你来了老师好 小丽 你好 你好 要不你们俩聊吧 好 好 我画得好吗 像吗 你画得很好 画得也很像 没有你的照片像 可是你画得 比我的照片漂亮 你什么时候带我出去画画啊 等你好了 我现在就好了 哎 笑啊 你怎么不笑啊 笑啊 哎小兔子啊 我快看到天池了 我看到天池我就给你打电话啊 啊 我的眼睛就是你的眼睛啊 哇 我看到天池了 蓝幽幽的一片 你看到了吗 美不美啊 我很想你呀 我的小兔子 哎当然了 哎 你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喂 幸好不好啊 我待会儿给你打吧 爬山是为了看风景 你这样低头走路 会错过很多惊喜的 我已经看你半天了 漂亮你还 总是逃不开我的视线范围的 一起走吧 你在我身边 我会更加有力量的 你很奇怪 竟会一个人出来旅游 一个人更自由 可以走走停停 可是你不寂寞吗 寂寞是可以忍受的 你很有勇气啊 我可不行 我随时需要爱情的滋润 要不然老子就更快了 你不相信吗 现在年轻人啊 竟然不敢相信爱情的力量 小兔子的是谁 你猜 是你家人 是我爱人 这么新一期干什么呀 爱情是没有年龄之分的嘛 对我来说 不需要家人 只要有爱人就可以了 您太奇怪了 哎 咱们赶紧走吧 说不准 可以看到海市整楼呢 走 快抬起你的手臂吧 快啊 闭上你的眼睛 闭上你的眼睛 感觉到了吗 我们再飞 世界上 有两种悲剧 一种是得不到所想要的 另一种是得到了 我们全都一无所有 有些人得以仰望星星 这是王尔德说的 所以 我们没必要去计较 过去的所谓得与失啊 人生永远要学会 用宽容的心胸 原谅自己在不成熟的时候 所犯的错误 还要原谅陷害你的人 没有过去的沧桑 哪有今天的风华 所谓永远 其实就是现在的积累 每一次的复苏 得来的就是无怨无悔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你在我面前 看上去 你是一只迷途的小羔羊 如果 我没有小兔子的话 此时此刻 我肯定要爱上你这小羔羊的 王老板 今儿怎么这么高兴 突然请我吃饭啊 谢谢你 张总 你把股权 那么便宜地转让给我 什么 你把你太太名下的股权 按原价卖给我 不会是什么投资转移吧 你太太来了 汪总 您好 您好 不好意思 我有一些事情 要跟我丈夫谈 好 好 怎么回事 你把股票卖给他了 对 你这样做什么意思 他的公司处于上升期 你把股票原价卖出 那些股票可都是在我的名下 你全卖了 对 现在 你不再控股了 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我手上现在还有公司的百分之十股份 而且还不包括下边的一些小公司 我想 这些你还记得吧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我只想要离婚 如果你不同意 我可以把这些股份卖给别人 也可以把它们送给别人 这是律师事务所的地址 希望你能准时到 如果你同意 就请签字 我不签 何小姐提出的条件都符合法律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法院只能判夫妻财产各占一半 那样你的损失就会更大 咱没必要闹成这样吧 再说你父母也不会同意啊 据我了解 何小姐的父母支持离婚 因为他们知道 你曾经无数次殴打过何小姐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何小姐准备以欧妻的罪名起诉你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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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嗯 挺像的 不像 这是记忆中的你 不是现在的你 你现在都能这样笑过 家禽呢 他去哪里了 怎么好久都没有看到他 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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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